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正式开始今天的讲道之前 我先和各位分享一个故事 记住这个故事将有助于我们学习和理解今天的讲道内容 在一所小学的一节数学课上 老师在黑板上出了一道题 二加一等于几 并叫了一名胖嘟嘟的学生出来答题 于是这位学生走到黑板前要写答案 但他好像不擅长数学 二加一等于几这个问题 其实只要掰手指头就能算出来 可他没有那么做 只一味地挠头苦想答案是什么呢 然后他悄悄地转身向后看了一眼 他的朋友告诉他是三 但他在黑板上没有写三 而是写了OK 然后自信满满地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 他的朋友明明用手指头告诉他一二三 答案是三 可他却理解成OK 于是写上二加一等于OK后 回到了自己的座位 看到此内容后 我也在想 我们究竟要站在怎样的立场上 如何领受上帝传给我们的真理话语 是OK还是三 得出正确答案还是错误答案 完全取决于我们的理解 这是很重要的内容不是吗 不会有人 连二加一等于几都不知道 而回答说OK 我想这可能是为了搞笑 而编的故事 二加一等于三 有人已经明确地告诉了正确答案 但问题是 他看不到三 只看到了圆圈 而将此误认成OK 因为这样才出现了错误的答案 没能走向正确的道路 反而走向了一条毫不相干的错误道路 所以上帝为了将人类引向永远的天国 将众多真理话语记录在圣经之中 通过众先知将真理消息传给了这地上的天国百姓 这世上信上帝的人多如海边的沙不是吗 虽然很多 但他们都没有正确地领受上帝的话语 上帝明明告诉他们答案是三 但他们却将此理解为OK 所以怎能得到正确答案呢 不可能得到正确答案 所以上帝在彼得后书三章中 激了这样的教导 我们一起看一下彼得后书三章十六节话语 彼得后书三章十六节中记录说 他一切的信上也都是讲论这事 信中有些难明白的 那无学问 不坚固的人强解 如强解别的经书一样 就自取沉沦 各位 二加一等于三 这是数学上的真理 朋友明明告诉他答案是三 可他没有看到正确答案 只看到了圆圈 所以写下了OK 这个荒唐的答案 上帝为了拯救我们 通过圣经 无数次地小预了我们真理话语 不仅教导了安息日 还教导了逾越节和新闻 虽然很多教会会因强解圣经走向灭亡 但也有教会会正确地领受上帝的话语和教导 正确地跟随上帝 上帝明确地小预了我们真品和赝品 我们通过耶利米书五章 查考一下此内容 请各位翻开耶利米书五章 我们一起看一下耶利米书五章 十节话语 你们要上他葡萄园的墙施行毁坏 但不可毁坏 只可除掉他的只子 因为不属谁呢 因为不属耶和华 说不属上帝的都要除掉 换言之 就是要清除的意思 在耶利米书五章中说 不属上帝的要全部除掉 我们继续查看一下 马太福音十五章话语 请各位翻开马太福音十五章 看一下马太福音十五章十三节话语 耶稣回答说 凡栽种的物 若不是我天父栽种的 必要怎样呢 拔出来 换言之 就是要全部除掉 看一下十四节话语 必要拔出来 任凭他们吧 他们是瞎眼领路的 若是瞎子领瞎子 两个人都要掉在坑里 在马太福音十五章十三到十四节中 也记录了相同的内容 天父指的是谁呢 是上帝 说若不是上帝栽种的 必要全部除掉 像这样 圣经记录说 不属上帝的都要除掉 都要拔出来 简单地说 就是都要清除 我们继续查看一下 《使徒行传》五章话语 看一下五章三十三节话语 工会的人听见就极其恼怒 想要杀他们 但有一个法利塞人 名叫加玛列 是众百姓所敬重的教法师 在工会中站起来 吩咐人把使徒暂且带到外面去 就对众人说 以色列人啊 论到这些人 你们应当小心怎样办理 从前丢大起来 自夸为大 服从他的人 约有四百 他被杀后 服从他的 全都散了 归于无有 此后 报名上册的时候 又有加利利的犹大起来 引诱些百姓跟从他 他也灭亡 服从他的人 也都四散了 现在我劝你们 不要管这些人 任凭他们吧 他们所谋的 所行的 若是出于人 必要怎样呢 败坏 若是出于上帝 你们就不能败坏他们 恐怕 你们倒是攻击上帝了 工会的人听从了他 便叫使徒来 把他们打了 又吩咐他们 不可奉耶稣的名讲道 就把他们释放了 他们离开工会 心里欢喜 因被算是 配为这名收入 他们就每日在店里 在家里不住地教训人 传耶稣是基督 我们若综合查看 在耶利米书五章 马太福音十五章 和使徒行传五章中 出现的这些话语可知 若是属上帝的 人就怎样呢 就绝对不能败坏 但若不是属上帝的 就必定会全部除掉清除 所有盼望永恒天国 向着天国奔跑的 信心中的西安家族 无论发生任何事 都要照着父亲母亲的教导 其遵行的理由就在此 那么这世上有众多教会 其中究竟哪一个 是上帝所立的教会呢 教会的名称 就已经在告诉我们 那个教会 是不是上帝所立的教会 请各位翻开 哥林多前书一章 我们看一下 哥林多前书一章一节话译 奉上帝旨意 蒙照所耶稣基督使徒的保罗 同兄弟所提尼 写信给在哥林多上帝的教会 圣经中有没有教会的名称呢 教会的名称 必须是上帝的教会才行 若是上帝所立的真品教会 名称必须是上帝的教会才对 是吧 那么上帝的教会 要由谁来建立呢 要由上帝亲自建立才行 上帝究竟有没有建立此教会呢 请各位翻开 诗篇一百零二篇 我们一起查看一下 诗篇一百零二篇 十二节话语 为你耶和华必存到永远 你可纪念的名也存到万代 你必起来连续西安 因现在是可怜他的时候 日期已经到了 你的仆人原来喜悦他的石头 可怜他的尘土 列国要敬畏耶和华的名 世上诸王都敬畏你的荣耀 因为耶和华建造了什么呢 建造了西安 在他荣耀里显现 圣经预言说 谁来建立守节期的上帝的教会呢 必须由上帝来建立 说西安不会由他人随便建立 必须由上帝亲自建立 关于上帝要建立的教会 《使徒行传》二十章中 也记录了相同的内容 我们一起确认一下 一起查看一下 《使徒行传》二十章 二十八节话语 《使徒行传》二十章二十八节中记录说 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 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 也为全群谨慎 并怎样呢 牧养上帝的教会 就是他用自己血所买来的 这是上帝用自己的血建立的教会 上帝所建立的教会 就是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一章中 记录的上帝的教会 上帝用什么买了上帝的教会呢 上帝用立约的血建立了教会 用新约与约节真理的宝血 建立的教会 正是上帝的教会 各位 我们要懂得用这些正确的分辨真与假才行 那么上帝所立的教会 有哪些特点呢 请各位翻开路加福音四章 我们一一查看一下这些特点 我们只有凭借属上帝的真理 才能获得永远的救恩 若凭借别的就不能进入天国 是吧 我们看一下路加福音四章十六节话语 四章十六节中记录说 耶稣来到拿萨勒 就是他长大的地方 在安息日 照他平常的规矩进了会堂 站起来要念圣经 圣经中出现了耶稣 遵守安息日的场面 那么耶稣建立的教会 礼当在哪一天遵守礼拜呢 因为马太福音十二章八节中 也记录说 人子是哪一天的主呢 那么耶稣建立的教会 必须要有遵守安息日的律律才行 不仅名称是上帝的教会 而且必须要由上帝亲自建立 使徒保罗也完全效法耶稣的教导 神圣地遵守了安息日 对此我们通过十度行传十七章 来确认一下 这些都是上帝亲自栽种的 除了上帝所栽种的 其他都是败子 是必被拔出的 被除掉的假福音 上帝通过耶利米书五章 小于了我们此事实 请各位翻开 十度行传十七章二节 保罗照他素长的规矩进去 一连三个安息日 本着圣经 与他们辩论 讲解臣民 基督必须受害 从死里复活 又说 我所传与你们的这位耶稣 就是基督 当时的人们 只把耶稣 看成是一介凡人 是木匠的儿子 但使徒保罗 本着圣经 向他们讲解臣民 被你们称作 木匠之子的耶稣 其实是我们 素来等候的弥赛亚 即基督 就这样 保罗在每个安息日 向他们做见证并讲论 每当安息日 他都将真理话语 教导给众人 换句话说 使徒保罗 有没有遵守安息日呢 很显然 使徒保罗 也遵守了安息日 遵守安息日 是因为 因为安息日 是属谁的 所以我们才遵守呢 如果不是属上帝的 我们就没必要遵守 上帝在 《初埃及记》 二十章八节中记录说 当纪念安息日 并怎样呢 守为圣日 按照此教导 不仅耶稣 遵守了 新约律利安息日 使徒保罗 也遵守了 新约律利安息日 他虽然是在 耶稣升天之后 才迎接了真理 但此后 他一直 遵守了 安息日 我们说的 安息日 不是现今 世上教会 所说的 星期日 而是 第七日 星期六 是吧 我曾经和一个人 提到了 安息日 结果纳人说 自己也在 守安息日 我问他 你在星期几 遵守安息日 他回答说 在星期日 遵守安息日 人们为何 会在星期日 遵守 安息日呢 在星期日 遵守的安息日 是属上帝的吗 不是 这就以 看不到正确答案三 而将此 看成OK 是一样的 他们都在犯 这种愚昧的错误 那么 上帝究竟 有没有说 要在星期日 遵守礼拜呢 我们通过 马太福音 二十八章 寻找一下 正确答案 看一下二十八章 马太福音 二十八章 一节中记录说 安息日将近 然后迎来了 第几天呢 七日的 头一日 因为安息日 是第几日 所以才说 安息日的四日 是七日的 头一日呢 日一二三四五六 一周 这样分为七天 因为安息日 是第七日 所以 第七日结束后 会重新迎来 第一日 在过去 星期名称 是第一日 第二日 第三日 第四日 第五日 第六日 第七日 创世纪二章中 也记录说 第七日 安息 所以第七日 永远 都是 安息日 但第七日 结束后 迎来了 第几日呢 迎来了 第一日 英文圣经中 也记录为 第一日 是吧 First day 就是第一日 的意思 Of the week 即迎来了 一周中的 第一天 但那一天 发生了什么事件呢 七日的头一日 天快亮的时候 摩达拉的玛利亚 和那个玛利亚 来看坟墓 忽然 地大震动 因为有主的使者 从天上下来 把石头滚开 坐在上面 他的相貌 如同闪电 衣服洁白如雪 看守的人 就因他吓得 浑身乱战 甚至和死人一样 天使对父女说 不要害怕 我知道你们 是寻找那 钉十字架的耶稣 他不在这里 照他所说的 已经复活了 说耶稣已经复活了 耶稣复活 是在第几日 发生的事件呢 在第一日 现如今 所有教会 都相信 耶稣 是在星期几 复活的呢 他们都相信 耶稣 在星期日复活 但星期日 是第几日呢 是第七日吗 是第一日 在圣经的任何一处 都找不到 上帝说第一日 是安息日的记录 第一日 不可能成为安息日 既然星期日 是第一日 那么第七日 当然是星期几呢 日一二三四五六 第七日 是星期六 因为星期六 是第七日 所以 我们才遵守此日 若照 当纪念安息日 首为圣日 这一上帝的话语来看 现今 将星期日 当作安息日 来遵守的人 能说他们 拥有上帝的真理吗 他们持守的信仰 不是真品 而是厌品 假货 若照圣经话语来看 就能得出 这样的结论 上帝说 不属耶和华的 都要除掉 都要清除 那么 为了做这些事 我们就要去 万民那里 小于他们 什么是错误的 并教导他们 正确的真理才行 不是吗 上帝吩咐我们的是什么 又教导了我们 怎样的真理话语 将我们 引向天国之路 和得救之路呢 我们要 密切关注这些内容 始终跟随 圣经的教导才行 所以说 我们 绝不可加减 上帝的话语 是吧 启示录二十二章十八节中 也记录说 不可 加添或 删减不是吗 凡是属上帝的 我们一点 都不能 加添或删减 我们教会 遵守 安息日 教会的名称 是上帝的教会 我们教会 还是父亲上帝 和母亲上帝 亲自建立的教会 所以 上帝的教会 是真品教会 我们 不只是讲论 安息日 接下来 我们再通过 马太福音 二十八章十八节 查考一下 有关 禁礼的内容 我们看一下 二十八章十八节 二十八章十八节中 记录说 耶稣进前来 对他们说 天上帝下 所有的权柄 都赐给我了 所以 你们要去 使万民做我的门徒 奉父子圣灵的名 给他们施洗 及尽礼 然后说 凡我所吩咐你们的 都教训他们遵守 那么 在上帝所栽种的真理中 不仅要有 圣父上帝的名 也要有 上帝以儿子做公事 使用的名字 还要有 以圣灵做公事 使用的名字才行 我们不仅要知道 还要相信 这些名字才行 但 我们若不知道 怎能去相信呢 只有知道 才能相信 所以 以色亚先知 在以色亚书五十一章中 做了 这样的语言 我们继续查看一下 以色亚书五十一章 三节话译 以色亚书五十一章 三节中记录说 耶和华已经安慰西安 和西安一切的荒场 使旷野向伊甸 使沙漠向耶和华的援用 在其中 必有欢喜 快乐 感谢 和歌唱的声音 我的百姓啊 要向我留心 我的国民啊 要向我侧耳 因为讯会 必从我而出 我必坚定 我的功力 为万民之光 我的功义临近 我的救恩发出 我的绑币 要审判万民 海岛都要等候我 依赖我的绑币 你们要向天举目 观看下地 因为天 必向烟云消散 地 比如衣服 渐渐旧了 其上的居民 也要如此死亡 唯有我的救恩 永远长存 我的公义 也不废掉 知道公义 将我训会 存在心中的民 要听我言 不要怕人的辱骂 也不要因人的 毁谤惊慌 说 将上帝的律法 存在心中的人 都知道上帝的名 继续看一下 以色亚书 五十二章五节话语 五十二章五节中记录说 耶和华说 我的百姓 既是无价被掳区 如今 我在这里做什么呢 耶和华说 挟制他们的人呼叫 我的民整天受亵渎 所以 我的百姓 必知道我的名 将上帝的律法 安息日律例 逾越节律例 新约律法 存在心中的人们 必要知道 谁的名呢 必要知道上帝的名 但我们 若问现今那些 去教会的人 圣灵的名字是什么事 却没有一个人知道 若问他们 父亲的名字是什么 他们会回答说 耶和华 若问儿子的名字是什么 他们就说是耶稣 但若问他们 圣灵的名字是什么 他们却回答说 圣灵的名字 当然是圣灵 还会是什么呢 这是人们 给出的最常见的答案 圣经指出 将上帝 纯正的律法 以及属于上帝的真理 存在心中的名 必会知道 上帝的名字 知道上帝的名 并非只是知道 这里还用含着 相信此名的意思 那么 各位知道 父亲的名字吗 知道儿子的名字吗 知道圣灵的名字吗 既然说 要奉父子圣灵的名 给他们识尽礼 那么 只有知道了这些名字 才能给识尽礼 不是吗 若不知道这些名字 儿时的尽礼 就是假尽礼 那是 没有赦罪之约的 假尽礼 这里说 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 因为圣灵时代 已经拉开了帷幕 所以 在此时代 必须要奉 圣父圣子圣灵的名 受尽礼才行 不是吗 上帝说 我的百姓 必知道我的名 重新看一下六节 所以 我的百姓 必知道我的名 到那日 他们必知道 说这话的就是我 看哪 是我 所以 上帝说 在圣灵时代 不是以耶稣之名 而要以什么名字 再次来临呢 圣经 早已预言说 上帝会以新名 以叫做 安商红的名字 来到这世上 我们不能 盲目地 受尽礼 耶稣 主夫说 诗蕴含 赦罪意义的 尽礼时 要奉 父 子 圣灵的名 施语 所以 只有奉 父 子 圣灵的名 施行的尽礼 才可称为 真正的尽礼 不是吗 我们都受了 这样的尽礼 希望各位 本着这些真理 比较一下 世上的教会 和上帝的教会 本着 上帝赐予我们的 圣经教导 对照 区分一下 什么是真品 什么是厌品 那么各位 就会正确认识 哪个教会 才是真理教会 在圣灵时代 我们只知道 圣灵的名字 就可以了吗 启示录22章中 记录说 还有谁 与圣灵一同登场呢 我们还要拥有 对圣灵 和心腹的信心才行 请各位翻开 启示录22章 我们看一下 启示录22章 17节话语 圣灵和心腹 都说来 听见的人 也该说来 口渴的人 也当来 愿意的 都可以白白 取生命的水河 因为 在这末后的 圣灵时代 圣灵和心腹 都说来 所以 我们为了获得救恩 和永远的生命 就必须要走向 圣灵和心腹 所在的教会 才行 这不是 某位 哲学家的教导 也不是 学校老师的教导 而是 谁的教导呢 这是 上帝的教导 是上帝 亲自栽种的 上帝 亲自小于人类的 书 上帝的真理 所以 假教会 绝不可能拥有 相信父亲上帝 和母亲上帝的 信心 和信仰 只有走向 圣灵和心腹 即 父亲上帝 和母亲上帝 的人们 才能被称为 承受天国 永生产业的 天国子女 各位 若知道安息日 却不知道母亲 知道逾越节 却不知道母亲上帝 那么 这就绝对不是 正确的信心 正确的信仰 所有真理 把我们引向的 终点是哪里呢 是圣灵和心腹 只有认识父亲和母亲 才能成为 天国子女 不是吗 我们有父亲上帝 和母亲上帝 这就是属上帝的 是真品 我们一定要 铭记此事实 在此 主托各位 希望各位 能够将上帝赐予 我们的真品 如实地宣告给 世界外面 以此结束话译 谢谢 谢谢 看不下去 我